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么白费劲吗 你们这干啥 你把我都照梦出来 我没闻出来 说明这个是 两万的 五十这个拿走了 怎么跟着大秦那说 妈呀 我跟你说啊 是这么回事 我爸五十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对呀 人家大秦两万买了个罐子 刚才人家搁咱家了 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 人家把五十的取走了 这是个两万的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 我管他五十两万的 我拿这个装算 你别动 你这能碎了 我的奶奶 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 这老贵了 一会人回来找 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这有啥没法说的 就实话实说 妈 可不能实话实说 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存在咱们家 多信任咱家呀 咱现在私自给人打开了 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 可咋整啊你说 谁呀 哇 开门 妈呀 再来一来 坏了 那个等一会儿 我快要脱席 等一把堂里了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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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这边我这心在下 哎呀 大秦哥 你说你怎么又回 哎呀 大秦子 哎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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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稍稍稍等会儿 那个他脑子慢 不一定明白呢 大秦子 你听我跟 你别跟我说话 那个大秦 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的 对呀 你说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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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 对不起大秦哥 我不是故意的 对 你故不故意 那也不能那么丑啊 没有 啥 我说啥了 你说的啥呀 一路走好 多是人的你说 哎呀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没意思 这一路走好的是给婚人说的吗 我跟楼堂等半天 我怎么敢租着 就说着你 我那啥玩意 咋教育孩子 我教育我教育 他一路走好的 别生气 别生气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 那个我教育他 二名 哎 你怎么说话呢 你跟你大秦哥说话 你得住这儿一 对 再有一定跟人分手的时候 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多不好听啊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这就是 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 你一定要这么说 来世再见 哎 这话我愿意听 你找市场见过来 这就是爱情了 对 你跟你犯多大错误啊 不是 我跟你说啊 你一会儿啊 想办法 想办法 把灯放了 听见没有 明白了 那个大秦哥 那个对不起啊 那个妈妈 你自己说早了 对 别说了 那个大秦哥 对不起啊 我刚才说一路走好 没有别的意思 咱俩就 来世再见呢 那还说 你就是好太吓 行了 对了对了对了 大秦哥 那个 你除去你拿他的 说好了给他送货去嘛 卖出去了 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我说小车去嘛 那个 你开车去行 完了 你想想啊 你取完车完了 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 完到时候你再来酒呗 你这一到时候 你这大个子 我得把他叮咚 蹭哪碎了 怎么办呢 对 对 我媳妇说的对 对 先搁这吧 对 是哈 来世再见 来世再见 快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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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搞定了 来世再见 你回来的有点快